市長白思豪25日在曼哈坦華布的130小學 召開新聞發布會 就在全市為年滿四歲的孩子 提供免費全天赤學前班進行情況更新 按照白思豪的計劃 2014年9月1日新學年開始時 全市要增加21,000個學前班名額 但根據教育局收到的投標情況來看 公立學校和社區機構 可以提供29,000個學前班名額 這充分顯示了紐約市 想要擴大學前班計劃的意念和能力 白思豪再度強調 希望目前經費是急需解決的第一要務 希望州府可以盡快批准 他增加富人稅的計劃 確保學前班計劃得以順利推行 他是一個大小小的東山 他入獄了黑卦的財閣 他教育時其實很親愛 他是個女生的 他叫一聲鼓勵 我去教育时 自己的職維 感谢观看